HELLO 各位学籍球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测试这几款雷达 我们今天测试的内容呢 我们把它分的是比较简单的阶段 看他们能够承受我们的考验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分阶段的方式来考验它 是因为如果第一个阶段 它的测验都无法通过的话 我无法进行下一个阶段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通常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我们会去了解它是不是真正的雷达 也就是说我会今天以室内为主 用不同的球去打看看 看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辨别出 我打出去的球的给我的数据 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有些机器呢 其实你换了球 它并不知道你换了球 甚至用球的好坏 它只会去大概去侦测到 你那个杆头的速度少过去的一个感觉 而去做的换算 而没办法实际去感受到这个球的变化 简单来说 就是相信各位有些用过这种测速的一些东西 你在一开始选项它会告诉你先选几号 然后你就开始打 那它是针对于你那个号码去大概去做的换算 那当然这种大台的雷达机器 它也是会叫你先选几号 可是即便是你不选几号 你自己换了球杆去打 也是能够真正的去测出你的距离 因为主要原因它是侦测这颗球 是不是飞出去的距离 而它并不会去用号码去做换算 那我们就先从最小台的RAP这一台开始测试 我现在用的是7号铁 那我已经把它调成是室内模式了 我们来试试看 我现在是先轻轻的打 看它有没有看到我 OK好 所以它刚刚显示的距离是 96 OK好 现在我要用力点咯 就正常挥咯 156 没错 它是可以侦测得到哦 现在呢 我们就换泡棉球看看 看它会不会有什么样 不同的一个反应 我一样是正常我的挥杆速度去打 可是测出来 它的效果会是什么 如果它能够确实知道 这个泡棉球我的挥杆速度一样是这么的快 可是它打不远 它代表它是能够侦测出来这个球的一个变化的 而不是只是看我杆头速度通过去的那一瞬间 好 我们先来换泡棉球咯 整个感觉就很空 我们看看它 它没反应呢 所以可能用这泡棉球是它是无法侦测到的 好再一次哦 这个泡棉球哦 它完全无法判断 我们换一颗试试看 我们换这种 比较硬的算是空洞球 它完全没有感受 我们再换回真正的球看看 OK 所以代表说 这一台机器呢 它是没办法去侦测到泡棉球 但是同时它也确实的告诉你 它知道你换的是球 而并不像是有些机器 你可能只是这样子空洞挥过去 它还是给你一个数据 好 那现在呢 用我们的Flyce Golf XI 我们来看看一样 我们先用真正的球 这一样是我的七号铁 我们试试看 OK 它是可以侦测到我第一 我也确实这颗球是打偏左了 OK 好 再来 我现在 用力一些 这颗球是直的吧 它刚刚没有侦测到我 可能我速度太快了 好 再一球 我现在用力一点儿 yes OK OK 148 这边是显示我们的 对Carry 的一个部分 OK Boss B 这些都会有 smash 我的total到哪儿去了 这边是显示我的Carry 没问题 好 我们再一球 然后我们就用泡棉球来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使用泡棉球 测进去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球 但至少好处是 它是不會亂拆的 所以它不會像是就是 有些機器就像我提到 就是用拆的 你可能只是灰 沒灰到或怎麼樣 它一樣給你一個數字 我們可以看到 Trackman在設置上面 它的介面會有一個不一樣 因為它在前面這邊多了一個鏡頭 它可以先去偵測你球的位置 那你要打的方向是哪裡 然後一樣 我把它選成是 就是這個 室內室內 對室內它就比較小一點 好那這邊是可以選球的品種 我們都不先不管它 就是叫這個樣子 好 重點我們就是自己換球 看它自己會不會看見 好不好 好現在是真正的球喔 一樣是真的球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Flyce Golf 它上面會是有這個 有那個 這個彈道這些的顯示啊 Flyce Golf Trackman也是有的 只是這個介面是可以調整的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現在這是正常的球 OK 它沒有反應 喔有有有有有有反應 我以為它沒反應 OK 因為可能我把它聲音關掉 要不然一般來說它會有一個聲音這樣 叮 這樣子一聲 好 弱點兒 是這樣子 再一顆喔 基本上測到現在 這三台機器用正常的球在室內打 灰桿打球都會有辦法去追蹤到的 那距離準不準確這個部分 我們之後會再去給它做更深層的測驗 那現在呢 我們就換這個泡棉球 看看Trackman 它有沒有辦法去追蹤到它 好 OK 現在換這個黃色的泡棉球 它一樣也沒反應 它一樣也沒反應 它無法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 好 再來 它完全也是無法換刀 換一個 換它這個白色的 換這邊 白色的喔 所以告訴我們 其實泡棉球它是無法去追蹤到 這個球是不是真正的球 它代表說他們都不會去亂拆 所以今天第一個階段的測試的總結 是告訴我們說 它確實這三台機器都可以用在於室內 但是只限用於真正的球去做打擊 它可以偵測的到 如果你用泡棉那種球啊 或者是那種塑膠的球 它是無法去判斷的 你真正的在換球的情況下 其實數據顯示出來是確實也會告訴你 它是不同的距離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用四層球 我的灰桿速度 這些都是一樣的 打出的距離可能是150 但是如果我用一般練習場的球 打出去的距離 它可能會是140 但是我的灰桿速度還是一樣 所以一台好的機器是它會告訴你 它無法偵測 它就會告訴你 它無法去判斷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好還是壞 不會是用猜測的方式去做推算 下一集會是更嚴格的一個考驗 第二個測試階段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能夠實際到達那個距離 也就是說我們會去找一個實際的距離 去測量出來 再用球直接打到那個實際的距離 機器會不會顯示是同樣的實際距離 我們的carry落點是不是正確跟完全一致的 就好像我們一般在用這種瞄準雷達 我們去測到那邊 是它顯示可能是150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是用一個尺去量到那個地方 它是不是真正的是150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以上就是今天為各位測試的內容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按讚加分享 還有追蹤我的粉絲團以及我的IG 我們下次見掰掰